各位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三 也是7月12号 当天新加坡时间是9点正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元指数 我们看到美元从星期一开始就一直跌 美元指数从103.28就开始跌 跌到目前为止 今天早上最低价位是101.17 那我们看到整个盘从10462一直跌 可能是一个三波浪型的回调 这一次如果这样的话 它的目标是在99.40或者是100.15 那整个盘因为主要是为什么会跌呢 因为从星期一开始 美联储的一些官员就陆陆续续 就开始暗示说 可能美联储的15个月的利息的升息 可能将近到一个尾声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月份在2526号 他们在开会 大家都已经心里有数 他们可能会调高率是0.25% 或者是25个基点 可是这个不影响 因为就是长期来看 应该是短期里面 美元买潮的应该是慢慢慢慢的消失了 所以导致美元只是撞一直往后退 那今天我们有消费者指数的一个报告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波动 可是整个盘应该是看到美元可能再继续的下滑 这个就是今天也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看法 那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拜拜